7月15日暑期三地剧制大明星来到上海举办了首映发布会 制片人王忠磊,导演金荣华,主演成冬日,许娇全阵容出席 在电影《长江七号》中成功扮演男孩的许娇 在过去的那些年,我们还是惊讶地发现她早已出落的亭亭玉立 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 许娇透露自己在宣传完大明星后,8月份将动身前往美国留学 作为许娇心路之城的启蒙老师 星爷也不忘大方为许娇指名路 不过许娇显然并不买账 依据周导似乎有意将自己与周星驰撇清关系 首先就是周导并没有说让我先不要拍电影 那就只是因为留学这件事情是我从初中开始考虑的 所以现在决定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愿 那至于她为什么推荐金融应该也是她自己的理由吧 那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兴趣 所以这东西可能要以后再决定 因为现在还是高中 就是这样 那是会以她的建议为主还是自己的决定为主 我还是会以自己的意愿为主 如今已步入高中生活的许娇为了拍摄电影却要离开学校和老师 在韩国整整拍摄了七个月 采访当中许娇也无奈地表示自己没时间像同龄人一样学很多 在学业上自己比较侧重文科方面 学习的话我会把作业都带到偏长 包括就在杭州的学校 我爸妈也会从学校那边拿资料过来 就是定期的寄到韩国 所以而且我在学习上面 应该说真的没有时间像同龄人一样学那么多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侧重的地方 就比如说理科方面我会弱一点 那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在文科上面 因为像英语啊历史我觉得都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两个文科这些科目基本上都是没有落下的 有哪个文科 就像英语啊历史